拒絕麻木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 這段影片 《風新聞》訪問了一個本地中小企 威威的老闆 關於去年的施政報告 建議把法定產假延長至14週 這位老闆表示反對 今時今日香港實際辦公室的環境 和香港始終與外國不同 很難會做到這件事 但問題是你想想 《風新聞》第一天出來的定位 標榜家庭核心價值 基於這個定位的時候 對於法定產假延長至14週 當然是採取支持 贊成的立場 而你沒有理由去訪問一個 會反對的中小企老闆 沒有理由會做這件事 他應該訪問20元張 嘩 這麼大擠帖 你可以訪問一些現在在職的女性 甚至去問一些 我就快會做媽媽 但他本身都可能是一個專業人士等等 問一下他的意見是否贊成 可以問這些人 因為你的媒體的立場 你說明自己是標榜家庭價值 沒有理由你會反對的 這個訪問 如果你出在無線財經台 出在信報 即是這些商家 以一些公司老闆為讀者 其實就沒有什麼問題 就不應該出現在 在你自己《風新聞》這個平台 即是完全跟你自己的定位 撞到板板聲 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其實上個星期都不斷說過 就是關於海洋公園 我們今天不是討論支持同性戀 還是反對同性戀 也不是說海洋公園這個海報適合 不是說這些 而我只是想說 既然《風新聞》你的定位 是捍衛家庭價值 你在說這件事 你很正常 對於同性戀的議題 你當然是反對的 對於海洋公園這個海報 你應該是不會去鼓勵 不會去提倡這件事 應該是這樣的 你寫了一篇評論 罵反同的團體 就相反為同運的陣營 在這裡勒陷、學彩、辯護 如果不是 香港的GDP就少了1.1% 你看看 香港人大部分都支持同性戀 為什麼? 不宣傳這件事是不行的 你不是推倒香港的經濟 你看到《風新聞》的定位 是奇怪的 沒有理由的 既然說自己捍衛家庭 核心價值 為什麼做所有事全部都不是這樣 全部事不是這樣 不是開玩笑 這篇評論 如果你在《蘋果日報》那邊 我覺得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都會覺得《蘋果日報》 素來都是這樣的立場 當然你之前不支持 這個就是另一件事 但絕對對這樣的評論 不會出現在《風新聞》的 你不可以說 這些評論不代表本部的立場 沒錯 其實《風新聞》的定位 和自己的報道 訪問甚至評論 完全是撞到板聲 正所謂的髮型撞到臉型 臉型又撞到身形 身形又撞到髮型 不死就真的沒有用 說真的一句 拒絕麻木根叢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 《門徒公義》